今天我所要攻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三节 在新约圣经第一页 新约圣经第一页 翻到后由我来攻读 请弟兄姐妹们思想 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娶佩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 想要暗暗地把他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由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 说大卫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 借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玛内利 以玛内利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 信息 今日信息的题目是 以玛内利 以玛内利 恭请董雨光牧师传讲神的话 祝你各位弟兄姐妹 圣诞节喜乐 喜乐 以玛内利是我们每一位 是我们每一位神儿女 很熟悉的一句话语 我们常常在我们家里的字画上 或是一些图表上 我们都会写以玛内利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玛内利 是出现在以色亚书第七章第八章 为什么会出现在以色亚书第七章第八章 因为那个时候 整个世代是非常的邪恶混乱 人心是非常的黑暗悖逆 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神他赐下了以玛内利 就是神要来与我们同在 之后我们今天的奇音文 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是要让我们不在黑暗中再行走 而是在黑暗当中我们会遇见大光 他的百姓在黑暗中遇见了大光 他的百姓在死因之处有光照耀他们 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有以玛内利 以玛内利是我们人都处在极其黑暗混乱 以及在神的审判心发中的时候 神借着圣灵 借着他自己把他自己表明出来 我们看到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从圣灵而来的 圣灵感应 他怀的应应是从圣灵而来 也就是说神他自己把他自己亲自的在我们人类当中 把他自己把他自己亲自的显明出来 怎么样 要与我们同在 要与我们同在 目的就是我们不要在在黑暗中行走 让我们在黑暗中有大光照耀我们 在死因之处有光照耀着我们 为了是什么 为了是要把我们拯救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 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 耶稣 耶稣是要把我们从什么 罪恶不犯中拯救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我们不要一直只是享受以玛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来想想 什么是以玛内利 就是神把他自己亲自的显明在我们的中间 就是在我们中间 就是现在 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 神要把他自己透过圣灵把自己显明出来 以玛内利的意义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 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不再受罪恶的刑罚 不再被罪恶来捆绑 他说一切攻击我们 压制我们的恶都要被解开 攻击我们的棍子要被折断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他要将我们拯救出来 我们一起再次来思想他的目的 我们今天有经历到神设立以玛内利这样的一个目的呢 我们真的是被释放出来了吗 我们真的是从在这样一个生命和生活当中 我们被释放出来了吗 有点吗 我们要思想 神与我们同在的目的就是要从这样的一个苦难 这样的一个苦闷 这样的许多多的疑问当中我们要被释放出来 今天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目的是以玛内利 神要与我们同在 但是神要与我们同在的意义 我们明白吗 我们明白什么是以玛内利吗 我们有经历到以玛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耳朵道的释放吗 耳朵道经历的成圣吗 我们今天要很实质 不是今天是圣诞节 我们讲的以玛内利 我们讲的圣诞节快乐 然后我们就快快乐乐的享受一些圣诞节的节目 吃一顿圣诞大餐 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然后我们继续在黑暗中行走 我们没有遇见大光 我们继续在死因之处受了许多许多的压制 我们许多的无助无望 然后却没有光来照耀我们 然后我们生活还是依然 庸姐妹不是这样的意思 今天的神来到我们当中 就是道成了肉身 充充满满的什么 有恩典 有真理 谁要住在我们身上 要充满我们 今天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我们怎么来得到这以玛内利 我们知道他有恩典 有真理 恩典就是他的救恩 他的救恩是白白的 可以让我们享受他的救恩 一次我不再受罪恶的困惑 好 那真理呢 不但是救我们 他要用真理使我们得以成圣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什么 自由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楚 有真理的圣明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真理我们不但得救 我们不但得救 我们还要因着真理而成圣 我们能够过一个真正在神面前 充满了自由的生命与生活 我们今天第一个提案是什么 在寻找当中 寻求神的同财 在寻找当中 弟兄姐妹 我们人要好好去寻求神 我们看到今天寻求神的人是谁 这些非常有智慧的人 我们翻译成博士 其实原文希腊文就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有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做聪明的人好不好 因为聪明的人 他不会被事上这一件事情 我说迷惑 我说欺谋 聪明的人不容易被欺谋 他们一直在寻找生命的踪迹 生命的根源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价值 以及生命的归宿 他们在寻找这样的一个答案 所以我们看到那几位聪明的人 我们看到那几位聪明的人 要来寻找这位伊玛内 这位有恩典 使我们得救 有真理 使我们能成胜这位君王 他们来找 生给他们什么 生给他们一个启示 一颗心 一个自然的启示 生给他们一个自然的启示 就是那颗心 心是什么 心有指向的功能 对不对 心在恩典当中 我们看到以前心传的人 心心代表一个指向 是一个自然的启示 当我们 神是公义 当有些人要寻找神的时候 寻求神的时候 神赐下了自然的启示 就是他伟大的创造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意境 说仰观于天 辅察于地 一切尽收在 我们的知识之内 弟兄姐妹 我们中国的老主先放 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启示 我们要通过这个启示 找到方向 他们不是牵引 他们需的这个方向来来 接下来 心有什么特色 心有亮 光 这光如果我们再把它连接在 以色亚书第九章 我们看到 这光的意义是 拯救 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 当我们找到神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光带着我们出黑暗 进入奇妙的光 是拯救 是一个非常伟大 而永恒的拯救 中间有一个宣教士 他到了一个非多的部落 去传福音 他一传 所有人都相信了 他就觉得很奇妙 他说为什么 我才刚来到这里 我就跟你讲 我就跟你们讲说 有一位 有一位创造 一座万物的主宰 他是神 他是独一的神 他是爱我们的神 他创造了一切来为我们 全部都相信了神 他非常的惊讶 他就问那个酋长 说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 我的祖父曾经有一次掉在一个水里面 掉在一个河里面 他到处叫山神 海神 河神 他说 没有办法得救 他就说 你另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我知道你存在 但是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救我好不好 结果他就 就扶起来 自然就扶起来了 他就爬上岸来 他就开始告诉他的子 所以说 有一位神 不是山神 也不是河神 因为我叫的也都没有用 可是我叫有一位神 你一定存在 你救我 他说 我就很奇妙地扶起来 所以有一位神 他将来如果有人会告诉你 你们要好好的想想他 所以他 他说 我的祖父告诉我爸爸 我爸爸告诉我 说有一位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 有一位神 我们一直在寻找神 我们的神 也在寻找我们 也在等待我们 有个动作我们要做 我们愿不愿意放下 我们这四所一切的事物 不是叫你不要工作 是你要把一部分的时间分别出来 你要把一部分的时间分别出来 你要来好好的思想 寻找这个事 今天我们的启示 已经不再是自然的启示 是圣经 是圣灵的启示 当耶稣 要离开这个世界时 他说 我走 我要请 你们父猜出什么 真理的圣灵 他将我所告诉我们的事 要再次再告诉我们 要让我们想起 我所对你说的话 要告诉我们 未来要做的事 弟兄姐妹 这是圣灵之光 圣灵的启示 就是我们圣灵的光 要引导我们到 进到什么 以马内力 不单找到以马内力 并且使我们能够拥有 这个以马内力 就是使我们能够 有神与我们同战 神就是大 当我们愿意好好的遵行 圣灵 所启示 给我们这个客观的 属灵的权威圣经 当我们遵行这样的道 而当应得遵行这样的道 我们应得神的真理而成正 这个道要成为我们主观的生命的时候 以马内力 要成全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弟兄姐妹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没有得到以马内力 没有神同战 没有经历到神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是因为没有尊心神的道 这个道仍然只是一个客观的知识 启示在这种世界 没有这个道 没有因着圣灵启示到 进驻到 我们的内心里面 所以我们仍然不明白 我们没有改变 我们还是没有改变 我们生命没有改变 我们仍然在黑暗当中 我们在死因之处 我们没有看见大光 大光没有来遭遇我们 因为虎神的画 就是我们 小学生灯 路上的光 神的画一解开 就发生什么 亮光 是我们通达 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 好好去思想神的话 我们每天太忙了 我们每天太多事情 要去处理了 我们太多的梦想 已经实现了 我们太多 太多事情 我们没有静下来 好好地 去追寻 我说过 在寻找中 神的灯 你要在 谢谢地寻求主的面 谢谢地寻求主的道 如露壳目 溪水 我们才会有 以马内力 第二个 我们看到 很多人 他并没有这样 长期 我们看到 过去的大陆 以及许多的 回教世界 蛮豪 我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 我都会为 回教世界的 第二节目 会为 印度的教会 长高 有姐妹 许多的人 他们 怎么经历到 以马内力 在痛苦当中 极大的痛苦当中 他们没有 这样的条件 他们不能像 聪明人 能够 有这样的条件 去思想 去寻找 在国立恒战 这些牧养人 按着矜持 看神 他们非常 非常 非常 他们没有 这样的条件 但是感谢神 我们看到 以马内力的神 他主动 拆遣 他的天使天君 主动 来怎么样 来到他们面前 像这些 困苦的人 怎么样 来报价音 但是基金 这困苦人 有个特质 他们是等待神 他们相信神 明赛亚会来 他们相信神 会来释放他们 他们相信神 会来帮助他们 他们相信 他们等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 有没有等待神 今天我们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我们都是 我们都很困苦 有的是力的困苦 有的是生活的困苦 有的是疾病的困苦 有的来自学业的困苦 各样的困苦 事业的困苦 感情的困苦 家庭的困苦 我们有没有等待神 这些人是等待神的人 他们之所以神 主动的派天使天君 天使天君 向他们显明 报价音 好消息 这些人是什么 他们等待神 他们正在等待神 等待神来 帮助他们 释放他们 弥赛亚来 拯救他们 等待救恩 今天我们等待神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年 我们等待的是什么 每一个阶段 我们等待的是什么 我们这一生 我们等待的是什么 这些困苦人 他们等待的是 以马内的 最当他们听到 这样的启示 听到他们 今天说大卫 只能给你们生个救助 就是以马内的 这些 牧养人高不高兴啊 他们大声 中家福音 第二章 大大欢喜 他们非常的欢喜 瞬间把一切传开了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不传福音 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 我们今天 许多人 我们不传福音 因为我们没有欢喜 我们没有欢喜 我们为什么没有欢喜 因为我们没有 等候神 我们没有 好好的 等候神 因此我们不知道 报仇 传福心 报仇心的人 他的脚中什么 可可的价格 你知道我们这次第一场战争实在 丹麸国中 有五六十个老师 他同学不止 旁边位置都不够 我们都做出不够节目 我们好好的老师 代表大家赞 代表我们福音师 很多人流泪 很多人 再一次 曾经就去过教会的 再一次会提醒 回来很累 那个礼拜四的打抱会 我看到 不是疲惫 疲倦的脸 是非常喜乐的笑容 每个人都开心 每个人都好喜乐的分享 因为传福音报仇 他的脚中合格的家 因为他们有 以马内力 以马内力不是贴在墙上 不是挂在墙上 柱子上 以马内力是在我们心里 我们昨天 大家看到我们非常的酷 突然间外面 无预计的拜个 他是那个 那个青州的负责人 我这是全台北市 最大的夜市集团 我每个月都要来办三天 我的器材是 台湾独一无二的 恐我横飞啊 真正有事 车表停什么的 我们可不可以跟他 跟他 可以哦 恐怕他 因为 以马内力 神与我们同参 我们就开始 祷告 对不对 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就祷告 礼拜四 祭神的 祷告 有没有 祷告 早上的常情团庆 祷告 晚上 祷告会 祷告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只管经过夜 阿弥陀佛的灿材 我们昨天非常地艰难 我们昨天 早上祷告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 我亲爱的 郭川的妈妈 心脏胜 摔紧 冲居 医院 然后马街 有什么天使 在帮你 就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打完告 他就去了 我们电话联络 情况不好 很不好 晚上就好 真的 很幸福 很幸福 永远让我们经历一件事情 观传到 原来 是人干啥 你不像 真的不像 可是他知道 他要做什么 我们的传道人不是高高坐在台前头 我们的传道人是在整个晚上 走在大门口 不要让 鲜渣人 同性 连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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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分在门口 你知道妈妈在医院 这么严重 心脏衰竭 肾衰竭 她的心 但是 当她这样做的时候 很现实 我们昨天 所有地球做健康 我们昨天的失败 真的失败 牛姊姊姊叫做以马列列 谁与我们同在 我们大大的欢喜 圣经说大大的欢喜 这些人大大的欢喜也传扬开了 当我们等到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们要大大的欢喜 第二个呢 我们要为主作人 见证 把这些消息宣扬开了 在晚上在接电话的时候 让妈妈好 脱离心境 弟兄姐妹 我们要心心来看 什么叫做以马列列 神要以马列列 我们今天我们在 我们的信仰 求主帮助 我们的信仰真的不是 目光这么短情 心胸这么狭窄 天天就会无东西怎样 把他说得很好听 真的要面对对主摆上的时候 我们一步都走得出去 我们面对越南河的时候 我们脚步就摆上了出去 可是我们昨天看到 我们昨天晚上 我们整个石斑 百人的石斑是在台上的时候 争战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的荣耀 尽多人是受感动的 雨淮的姑姑 亲姑姑 她说她有眼泪 我是有眼见为凭 我是不随便讲的 我不是说有些人有眼泪 我可以讲她的名字 她说我听你们唱石斑 我好感动 我留意 牛姐妹 你知道我们这些石斑班员 从我们可爱的藏经石斑 遇到悠悠石斑 他们是付代价 他们不是只是高兴听到 以马列列之后就再见了 他们去传扬 他们的传扬要撞飞 他们的传扬要付代价 我那个同学从头昏 从白天到晚上 从月初昏到月底 仍然站在台上 努力的去做戒指 他没有退缩 头昏得不做 努力的做 也没有说做完就好 牛姐妹 这叫做以马列列 当石斑的云里同征的时候 你不得不传 当你有这样的喜乐 这样的盼望 在你心中你不得不传 求主帮助 第三个我们看到 在N点中 主义书来了 主义书来了 主义书在我们中间 我们是何者的喜乐 何者的平安 因为我们内心深入的 一切的疑问 它是答案 今天许多的人在思想 许多的人 许多的人 我们今天施密生活当中 有苦难 有病痛 有许多的惧怕 有许多的黑暗 神来了 他要成为你什么 帮助 他成为你的力量 要成为你的恩典 要成为你的真理的导致 今天耶稣基督来 我们在恩中 经历神 是因为耶稣基督来 是白白的恩典 我们并没有为他做什么 今天我们一直思想 圣诞节 什么礼物 什么礼物 今天圣诞节 我们并没有给神什么礼物 而是神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 成为礼物 给我们 解决我们心中的疑问 除去我们周遭的围困 带给我们心灵的激愤 使我们能够被提升起来 这是恩中的以马内力 丢前面我们不要那么浮起 信仰 不要再听那些 一天到晚就告诉你 就是信耶稣了 就是这样好住 那样好住 然后会成功恢复 丢前面那个都是很可怜的 可怜的信仰 很贫乏的信仰 今天我们信耶稣 要知道什么是以马内力 更要得到什么是以马内力 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意识 我们在永恒当中 才有真正的得想到 神能给我们那永远的祝福 与荣耀 请一同来祷告 我们请德州兄带给我们祷告 神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 带着我们纪念主耶稣 降生的主日礼 谢谢主借由牧师 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 何等的恩典祝福 慈爱怜悯 创造主天地间的神 竟然为我们世人的罪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为了拯救我们脱离那黑暗的群世 因着接受耶稣为救主 能够得着那永生的祝福 祝把真光照耀我们生命的深处 在与主同在中 让我们生命紧急的与主连起 让我们愿意全心全人的摆上 跟在主的后面来奔跑天路 在主的同在里不再惧怕 愿主已经胜过了一切 在主里有真平安真喜乐 主帮助我们都成为你所喜悦的 感谢赞美主荣耀回给主 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